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体育 咱们今天说一下勇士的比赛 勇士今天是在主场战胜了开脱者 其实比赛打的还算是挺惊险 但是乔丹普尔是打出了自己扬名立万的一战 这场比赛乔丹普尔是拿到了41分 可以说是为自己完美的证明了一下 之前咱们对普尔的种种质疑 我感觉今天要收回了 那么除了乔丹普尔之外 那么整个勇士队打得最好的就是克莱·汤姆森 克莱·汤姆森拿到了31分 那么乔丹普尔是10中 克莱·汤姆森是15中7 这个都是3分的命中率 那么包括敌文勤主 关键时刻也有这种很关键的一攻一防 这个年终结尾的时候迎来一波四连胜 那么这个四连胜也真的是久违的 那么上一次勇士拿到四连胜 我感觉应该是上个赛季的事 本赛季勇士打常规赛 还没有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连胜 但是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这个勇士队 他的这个四连胜全是主场四连胜 勇士现在是联盟第一的主场战绩 你说厉不厉害 可不可怕 吓不吓人 那么年终结尾了 最后一场比赛 喜提四连胜 这个真的是可喜可贺 整个勇士2022年 我就给他归结起来一句话 就是勇往直前的一年 那么从2022年的开端 其实那个时候呢 勇士战绩啊起起伏伏 那么并且呢 在库里的超强带队的情况下 那么一直稳居西部的这种前列 那么在上个赛季啊 重归赛快结束的时候 这个库里啊迎来了一波小伤病 那个时候就是乔丹普尔带队啊 包括克莱汤姆森啊 战绩起起伏伏的 但是呢 好在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啊 迎来了一波联胜 把勇士啊 保住了这种西部第三的这种战绩 那么也为勇士 整个2022年啊 夺取这个NBA总冠军之旅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么现在呢 就特别像那个时候 也是库里确震 但是勇士全员呢 越打越好啊 真的是让人非常欣喜和感动 那么祝愿勇士2023年吧 等到库里和嘴阁维金斯都回来之后啊 能够继续勇往直前 向着总冠军的这个荣誉和目标啊 继续发起冲击 把勇冬青稿过来之后啊 这支创作的这段时间 祝 quick了 伍妇的这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